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鵝不止開箱 我是威爺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款 駭浪求生大河版 這款遊戲2002年推出的 是一款4到8人的遊戲 遊戲時間60分鐘 適合13歲以上的玩家遊玩 同時這款遊戲也是 2019年天鵝獎最佳陣營遊戲 來介紹一下故事背景 在愛德華型救生船上 你是漂流在海上的落難者之一 船上有你喜愛的朋友 憎恨的敵人和幾位機靈的人 如果航海牌上出現海鷗 代表你們越來越靠近陸地 當第4隻海鷗出現時 表示救生船到達陸地 遊戲立刻結束 總分最高的玩家獲勝 首先每個玩家會抽取一張角色卡 抽好之後放在自己的桌面上 角色卡上面會有名字大富 體力8 代表你的拳頭大小跟你的生命值 生存分數4分 就是你角色遊戲結束還活著 可給你的分數 最下面則是特殊能力 最為大富的能力就是力氣大 每個玩家接下來抽取一張喜愛卡跟憎恨卡 這兩張卡片呢 只能在遊戲結束時才能翻開喔 喜愛卡中會告知玩家喜歡的人是誰 例如我愛羅倫小姐 她若存活我得到8分 如果今天我抽到是自己的角色的話 就會變成自戀狂 自己存活下來呢 就會獲得生存分數兩倍的分數 但就沒有可能有其他人會愛你或幫你了 再來是震撼卡 則是玩家必須努力讓對方無法活到遊戲結束 就能獲得分數喔 例如這張 我恨船長 他若死亡我得7分 但如果抽到自己的角色就會變成神經病 這時候呢 你愛的人跟自己以外其他人的死亡分數 你都可以獲得 當然自己的生存分數就不能獲得了 因為你恨自己 除非你剛好又愛自己 真可怕 又愛自己又恨自己 當然有的時候也會抽到 愛恨同一個角色的時候呢 你要幫他活下去呢 還是害死他 就成了玩家掙扎的問題了 所以這遊戲一開始就決定了 玩家之間的愛恨情仇 所以幫你不是跟你好 害你也不是因為討厭你 一切都是抽出來了 桌面上就是我們的救生船 船頭位置上面會放上物資排庫 並且發給每個玩家一張 當作你的騎士行李 接下來按照規定的騎士位置是 羅倫小姐 史蒂芬先生 船長 大副 法國老和小孩 然後在船尾的位置上放上 航海排庫 遊戲進行會有三個階段 按照三個階段講解就可以了解 這個遊戲怎麼進行了 首先是物資階段 這個階段會依照現在還有幾位有意識的玩家 從物資排庫中抽取相對的物資排 然後按照船頭的順序開始拿取物資 輪到你選擇的時候 就是拿取全部船過來的物資 拿起來看了之後 然後選一張 蓋起來 交給船位置下一位的玩家 當然這些物資排都是從海上漂流來的 所以數量是有限 如果發生物資不足 就是拿完為止了 接下來是行動階段 這個行動階段有五個行動選擇 行動階段按照船上的位置 從船頭玩家開始進行 選擇一個動作選擇進行 第一個動作選擇是不做事 這樣就直接換下一個玩家開始做動作選擇 有時候不做事是很重要的動作選擇 第二個行動選擇是划船 當玩家執行划船的時候 把一個傷害指示物放在玩家角色位置排的上側 標示出玩家有進行過划船 然後玩家從船尾的航海牌中抽取兩張 自己秘密看完之後 放一張在航海牌旁邊形成划船排庫 另外一張放回排庫底 這動作有什麼用 等第三階段你就知道了 第三個跟第四個行動都是高度玩家互動的 分別是換座位 意思就是我要跟你換座位換不換 另外一個就是搶物資 意思就是你桌上或是你手上那張牌 我要抽一張 要不要 這時候被詢問的玩家只能說 yes跟no兩個選擇 如果選擇yes的話 就按照提出的要求執行啊 如果說no 這時候只能戰鬥 假設今天大副要求跟小孩換座位 遭到拒絕而進入戰鬥 這時候攻擊者也就是提出要求的角色 位置排就會往上移 防禦者也就是被要求的角色往下推 這時候其他玩家都可以各自表態 幫助攻擊者或者是防禦者 當然也可以在旁邊看戲啊 這時候玩家可以將物資牌堆中 有標示體力數值的武器 放到自己的角色卡前面 例如這張魚鉤增加體力4 這類型的武器呢 每個角色前面放多少張都會增加戰力 這時玩家可以溝通 求助 彈條件或是賄落 不過彈好的物資牌要等到戰鬥結束後 才能給對方喔 接下來依照體力結算出 雙方的戰力多少 如果攻擊者較高 就會完成提出的要求 平手或是防禦者較高 則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然後呢 在每一位參與戰鬥玩家的 位置排下方 放置一個傷害指示物 表示有參與過戰鬥 就算再參加戰鬥 也不會再放置喔 最後在戰敗方的角色卡上面呢 各放上一個傷害標誌 表示受了一點傷害 如果角色上面的傷害指示物 跟角色體力一樣的時候 就會昏迷失去意識 失去意識 就不能拿物資 然後被要求只能說好 這就接近死亡了 最後一個行動選擇是特殊行動 當你手上的物資牌上面 有特殊行動時呢 必須花費一個行動選擇 打出來放到自己的角色前面 第三個階段 航海階段 這時候船尾 或是最接近船尾有意識的角色 要負責掌舵 該玩家拿取剛才玩家選擇 滑船時產生的滑船排庫 然後選擇一張讓其發生 航海牌分成四個部分 上面是落海的角色 這張是史蒂芬先生 此時角色牌前面 除了救生圈以外的物資呢 全部棄掉 如果沒有救生圈 就會受到一點傷害 當然可以將救生圈 丟給其他落水者 當個善良的人 再來 是下面的口渴名單 船長 大副 法國老 以及 左下角出現的標誌 表示有戰鬥的玩家 口渴了 右下角的標誌 是有進行過航海的角色 也口渴了 只要你在名單中 戰鬥標示 航海標示 都有的人 不管怎樣 你都必須拿出一張水 如果拿不出來的話 就會受到一點傷害 如果你符合多次條件 就必須多付同樣次數的水 少一次就受一次傷害 講半天角色最多只有昏迷 要怎樣能讓憎恨的人死亡呢 首先 當你角色卡上面的傷害指示物 數量大於角色卡上面的體力值的時候 就會死亡 再來就是昏迷的時候 沒有救生圈 落海 就會放水流死亡了 船上死亡的話呢 你會保留你的物資 那這些物資有分數的話呢 遊戲結束也會帶給你分數 但如果是放水流的話呢 不只物資牌全部棄掉 包括角色牌 位置牌都會移除 不管是死在船上 還是放水流 喜愛卡 證恨卡上面分數還是會獲得 如果可以的話 最後呢 是一輪結束 就是把位置牌上面這些傷害指示物移除 再來呢 就是把這些用過的航海牌 放到航海牌排庫底下 就是一輪啊 那遊戲結束條件呢 當執行航海階段時 出現了海鷗 就可以放置一個海鷗標誌在桌面上 不過出現 所以打叉海鷗標誌 則會移除一個 當桌面上有三個海鷗標誌 第四張海鷗標誌一出現 遊戲立刻結束 就不用管落水或其他的事情 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就檢查所有玩家的 喜愛卡 和證恨卡的分數 生存分數 還有一些物資牌上面的分數 然後呢 這時候分數最高的玩家就獲勝了 平手呢 就一起獲勝啦 而這一次呢 這個《駭浪求生大合版》呢 包含了三個擴充 首先介紹的是第一個 人吃人擴充 增加了新的角色 哈克醫生 由一開始 他船上的位置 在法國老和小孩之間 更增加了新的物資牌 人吃人 讓遊戲更容易死亡 也更加殘酷了 再來是《借酒壯膽擴充》 新增角色黃夫人 他的位置在法國老和大副之間 增加物資牌《借酒壯膽》 雖然會增加體力值 但是要多喝水 可以說是很強的雙面刃喔 最後是天氣擴充 會有一疊新的天氣卡 會放置在船頭 每回合物資階段前 船頭玩家會抽取一張偷看 然後等到手上 有天氣卡的玩家 執行完行動後 會傳給下一個 要執行行動的玩家手上 一整個階段結束後 就會棄掉 當天氣牌只剩下一張時 就會重洗 成為新的天氣卡牌堆 這遊戲可以說是成功打破了 一般陣營遊戲 可能會所謂私怨的問題 但是猜忌阿 然後談判阿 和高情境成就的這個 駭浪求生 尤其是增加了擴充之後 可以增加到八個人遊戲 讓遊戲變化性更大 也讓遊戲的CP值上升了不少 對於喜歡玩陣營遊戲的玩家 不要錯過這個好遊戲 駭浪求生大合版 今天的規則介紹就到這裡 別忘了訂閱和點開小鈴鐺 然後這樣就有更多遊戲介紹 才不會錯過喔 我是主持人文言 下次見 掰掰